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全球金融市场都在提前庆祝联准会 可能缓升息的行情吗 每股四大指数昨天全部的收涨 台股今天表现也非常的强劲 台积电大涨全职股都是红通通的 指数今天一度上涨超过200点 中场涨幅更大 重新降回了月线之上 辉达发表新一代AI的心愿景 他说未来AI就是iPhone化了 可能就是普及了大家都用得起 台积电带领电子股大喷发 下一关要挑战万六 有没有机会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银 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兆丽老师好 明君好 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卫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真的提前反应FED的利多吗 因为FED可能今天不会放音 反而是会露出了歌声的提叫 今天台股大涨超过200点 神山群非常的稳定 有没有办法继续带领台股向上冲呢 今天看到盘面上面非常多的股票 除了全职股动起来之外 亮灯股也不少是亮红灯的 很多的股票亮红灯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利多 为什么这么强呢 包含了宝瑞这利多比较确定啦 他说公布第一季渴望赚进一个股本兼股价 一架锁死早盘就工涨停板 那不只是看到基本面有这个利多题材 不少个股其实突破了一个价位 就有机会翻倍涨 这个翻倍涨的秘密是什么呢 今天老夏老师在节目当中会说给大家听 特斯拉平等摆脱垃圾等级 现在股价大涨喔 昨天一个晚上上涨超过了7% 带动了电动车概念股持续的轮动狂奔 今天轮到大牛股东元 东元说他们要扩厂今天股价出量大涨 到底东元这样的股票出量大涨 是买点还是卖点呢 而车电股持续轮动速度很快 今天华福飞红这两档强势股休息了 可是车电股依然有黑马 黑马怎么找呢 请问赵丽老师 台湾日本荷兰半导体的强强公司 要一起合作 台积电强棒出击 股价今天占上了522 还攻到了533块 收盘创最高 下一关要挑战什么价位呢 而台积电股价强 神山如果说上去之后 有一点点压力 区间震荡不要转弱的话 那把空间就让给了其他的股票啦 那其他个股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题材可以留意呢 今天台股盘面10千斤都到齐了 微音股价工奖停板 那电子指数也创下新高 有没有哪些个股真的还不错 筹码稳 技术面转强 要准备赶进度搭上这波电子热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是礼拜三 看起来外资 拉高结算的意味蛮浓厚的嘛 老肖老师礼拜一就讲台股会涨到礼拜三 可是我们要的是更多 要涨到礼拜四礼拜五 可是今天看到有机会 因为台积电非常的强 大盘今天开高走高收最高中场大涨247点 收15760成交量2418亿 今天大盘大涨的贡献的工程之一 就是台积电 今天跳空收533收最高点 千金股又回到10千金了 微影今天不忍了 正式站稳千元还供涨停 来到1080元 不过今天车电股有一点点涨跌互借 是个股轮动不用太过的担心吗 老师我想问台股今天这根大红棒 礼拜三收复月线日可以连二红 明天联准会才要公布利率决策会 大家知道可能就升息一马了 是不是在提前庆祝联准会 可能释出鸽派的言论呢 整理上没有错 其实台北股市今天我们昨天提到 会拉一根所谓的实体的一些红减 然后我们讲台积电 它只要挺出522 整个框架格局就会出现很明显的改变 然后关键在于 因为今天已经是礼拜三 今天不重要 如果今天不知道 今天真的不知道 每个礼拜的礼拜三是最不重要的一天 真正的关键点都是星期四 就是每个星期四 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变化点 所以接下来面对明天 明天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因为明天是周四 所以它会影响未来一整周的一个框架格局 所以整体上我们很快速跟郭做个附送 各位请看 画面上的左侧 就是台北股是近期所谓的台股所形成的日K线图 那记住 因为真正的关键点是星期四 那星期三其实已经无关重要了 那最主要就在你把周四单日的最高最低抓出来 因为得出当天的平均价格 这个平均价格不是在看你 在看我的价格 而是在于观察外资 国内法人 他们利用选择权在做价差交易 所以他们会去 不 未来一周我准备要做多还是做扣骂 那如果做多呢 往往接下那一整周 它就一路往上走 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星期三 走 所以你一看这一周不就是涨的吗 没错 OK 那这是星期四嘛 那最高点在878 最低点在770 那么它有去守住这一天的平均价吗 没有 所以不用猜它就是要跌一个礼拜 再来我们再看上周四 上周四最低点是15186 最高334 这一条在哪里 在15260 所以你可预期的它就要涨到周三 OK 所以今天没中了 明天才关键 所以明天就是个关键 所以明天台股的一个高低点 就产生非常重要的 再来我们看右侧 其实右侧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说台股这里叫黄金岁月 这个黄金岁月会走多久 会走六个月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各位请看这是周K线图 一根K棒是一个礼拜 你给它算 123 45678 它是不是走了八周了 八周就两个月了 所以未来还有四个月 也就是说台股会以15624 当做一个轴心 上下来回做一个大波动 那么在整个大波动过程里面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范本 什么范本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高低 好像是肋骨起扬 全面性的暴涨 是 那我们要去看 刚刚明君特别提到 这里在反映是不是联准会 比方说这里会缓升息或止升音 对不对 我们在上周提到 就是说4.75到5 对 那不管是3月22 或者是5月份甚至于到年底 甚至于到明年的年底 它整个利率是往下降的 我的意思就在于 证券市场在于抽丝剥减 而是不是用猜的 未占而妙算多者 就多算胜少算不胜 所以稍待跟各位公布一个 台北股市天大的秘密 我相信对各位在未来的4月份 你会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好 那我们从美国股市来观察 美国股市看起来也是 更早提前预测到鲍尔接下来的动作 包含了道琼 纳斯达克标普指数 都强涨 台北股市跟这些个股来比较的话 似乎韧性又特别强 对 首先各位请看 我们讲过抽丝剥减对不对 一个减是赢人客户 赢人的对不对 你这样一根一根你慢慢抽 你说那我代表该怎么抽 你要比对 不要用幼的 你怎么猜你都猜不到 当你用比对了 你自然而然就拥有 不受外力干扰的能力 人家说生死 你说那哪有可能生死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你要看 各位请看 左侧的第一图叫道琼工业指数 你说我也没看出一朵花来 可以 请问这是过去这一个月 请问道琼有过高吗 没有 没有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这是二月二十二 那这是今天 就没有 那斯达克也没有过高 刚好凭高点 过去这一个月的高点 凭过去一个月的高点 好 我们再看标普 那肯定也是没有 也就是说一二三 都没有啊 可是台股为什么大涨呢 我们再看左侧 高通 有过这一个月的高点 不过 麻烦你看一下台积电 有哦 所以你说台积电 今天要去合情合理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它本来就该涨 加上各位你可以上网到券商的网页 我们之前不利用分价表跟各位报告吗 它主要当初是505到522嘛 对啊 它一定是这样子波动 是 你就不要靠去522哦 站上去了 好 他就不跟你开玩笑 所以今天为什么直接就说533 OK哦 好 这是台积电 我们再看一个 真的让你想不到了 这才叫做墙 这叫连电 连电 这是过去一股个耶 是 你说连电今天没大气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继续往下看 好 问题是 连电今天没长天板有什么好看的 对不对 大家吸睛的就是看那个会涨停 对 问题是涨停有它的基因 对 涨停是有基因的 有基因的 就是它有那种 我就是会涨停板你知道吗 你说那有可能的事情 举例各位请看 好 我们看一下老师说 保瑞就涨停 保瑞今天涨停说Q1可能会赚一个股本 这不就文吗 那个不重要你知道吗 那真的完全没重要 它本来就是会涨停你知道吗 它本来就是涨停 它会去一倍你知道吗 它会涨100% 你说真的吗 真的 这个加基今天也是涨停 对 你看保管今天没涨停 问题是它过去 它也涨一倍 它都涨一倍 好 据说 面对4月份 我们之前讲过嘛 真正的2Q 真正的那个主流你知道吗 在美国制造 再来你要看到 非常票汉会 真的会涨一倍的股票 来 各位先看保瑞 先看保瑞 我的看法就是说 极度保守跟无敌乐观 什么叫极度保守 来 各位请看 这是2月14号 2月14日 这是今天三月23日 对 对不对 2月14日是跌停板 你是跌停 你肯定是极度保守 你能说这支股票要死了 它从300块 涨到574 对不对 好 然后 涨到574 有没有一个长场的上影线 有 那一天我记得 OK 长场的上影线 接下来是蹦 跳空跌停 对 但是它会涨到600 它就一定要到600 你知道吗 你说哪有可能要到600 台北股市这十几年代 有一个隐藏的基因 就是我就是会涨一辈 什么叫会涨一辈 来 各位请看 这是宝瑞 宝瑞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对 一般企业发行公司债 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一般公司债 一种叫可转换公司债 如果是可转换公司债的话 就好像是 你买这个债券公司债 它另外送你一个选择权 OK 那这个选择权 既然是选择权 就有一个转换价 那一般正常过程 过去历年来 企业发行可转载 那个转换价 就是它霹雳无敌的压力 就是如果是三年起的 理论上未来这三年 它就不会过那个价 它有三年 你就不要买了 它三年都涨不动 你知道吗 就是保守的一个产品 如果是五年呢 那五年过不了 过不了那个转换价 但是万一让它 站上去转换价呢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来 再去看看宝瑞 这一天是不是跌停 这支股票要适合不对 这里只有涨90% 不对 它就是要涨100% 就是100% 因为它的可转换价 价格在哪里 你知道吗 300 好来 你看右侧 今天多少 那个跌停是不是在这里 对 这边 这跌停嘛 你说跌停四起来四起来 现在595 你现在五块它就达成目标 它就目标价达正 老师它已经快达正 我不可能再买它啦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别人嘛 对不对 好 来 再来 你看八块 你一定跟我讲军工股 对 你讲的都对 问题是 它这里是七十二块 它发行可转载 一种就是我根本上不了72 你让我上72呢 来 这里是150人 请问敢不去一杯 有 你现在要找的是这种标的骨 好 再看右边 材料 材料可以歪 你说这是什么东西 不重要 你的骨要会不会涨一倍才重要 这是100公斤 它可转载是102 请问这里涨到290 这样不去一杯 股票是不是很难 超过一倍 好 再往下看 多很多 来 泰茂 这一波不是非常的飘汗吗 对 来 出生段 主生段 末生段 对不对 好 这里是73 这里是129 这里是29 这样不去一杯 这不去到增田 对不对 右侧 佳姬 今天有10年对不对 对 佳姬是在100亿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继续观察 看有没有能力往一倍做迈进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于 凡事抽丝剥茧 相信真实的不要用猜测的 因为你用猜测的 往往你就猜错了 整体上你就去看 台北股市你就去观察 有哪些个股 那这个部分我会在我的Lite 8里面 针对我们目前帮各位找了十几档股票 就是CV现在 有CV转换价的 已经站上了 这些个股 就是说你要准备四月份 329青年节对不对 青年节放假 清明节 你要针对未来四月份 有哪些个股值得我们就期待了 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Lite 8 会持续帮各位做检报 今天看到盘面上面百花齐放 台积电稳住均心 可是好多个股说咚咚咚的勾到涨停板 原来除了有基本面的利多加持之外 关键在于 它好早就站上了CV的转换价 站上CV转换价 价格上面没有这个天花板的压力 股价就是以翻倍奖的演出来展示 老孝老师刚才讲了 它在Lite会提供很多台北股市个股 在多同行情下 CV转换价刚站上的个股 大家可以留意 同学们也可以跟老孝老师来做讨论 还有请教 另外看到一块是 海基电今天那么强 有个新闻说 它要跟美国 台湾 日本 荷兰等等 几个半导体列强组成同盟 要攻二奈米 今天这个讯息带动台积电跳空大涨 当然还有AI 这个灰达的GTC大会 给了很多AI的非常庞大的愿景 也带动台积电大涨 今天设备股里面 没想到动得最厉害的是这一档 6139的亚翔 老师他转墙 怎么做留意 那设备股大同盟当中得分表 有没有人已经在往这个满积分的路上呢 大家众所皆知的 不管从台积电到美国到德国到日本 甚至于在大陆的一个 之前的一个设厂 包括联电等等等 你所预期的就是说 这些金盐它的上游 就是台积电这些金盐代工的上游 肯定会受益嘛 那你该怎么看 你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可以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得分表 得分表只有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看每个交易价格 它的一个集结区 第二个我们因为看完集结区之后 它不见得马上要涨 它股价可以站上集结区 然后停在那里停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那你说这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看法呢 我们给它一个趋势指标 给它四个 分别是50分跟日线的 如果趋势指标跟着都动了 那几乎它你就肯定 这档个股要涨 所以举例 比方说像亚翔 我们今天看到亚翔持续大档 可是它不是今天 它礼拜一就已经拿到五分了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在礼拜一就可以切入 那一样 这些针对相关金盐代工的 这些个股 我们也会在LINEET里面 持续帮大家做追加 好 非常感谢老乡老师 提醒各位同学们 刚才老乡就讲到了 不管是站上CB转换价 刚突破的个股 或者是说社会台积电转强 相关的大同盟设备 有哪一些标的可以留意的 位置很低 甚至还没发动 同学们怎么样来做 这个掌握跟机会呢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老乡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老乡老师刚才节目当中 所讲的资讯 还有这个表格上面的内容 在LINEET里面 会跟同学们做分享 同学们你的持股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跟老乡老师来做请教 今天看到车电股也是很有行情的 车电股的轮动速度很快 今天最强的是大牛股东元 出量大涨 到底可不可以买还是该卖呢 不过前两天 强势的华福跟飞鸿 今天休息了 车电股的下一匹黑马 到底换谁当 请问教育老师 设计一下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武器股市同学会 从大盘开新春开红盘以来 车电股的热度 一直都没有减下来 当然受惠于特斯拉的股价 从今年以来狂飙一倍所赐 昨天美国股市大指数都回升 特斯拉也大涨 大涨七八为啥呢 因为有好多的利多加持 特斯拉之前的降价策略 真的奏效 听说欧洲二月份的销售量 就年增了五成以上的幅度 中国销售更是打挂了好多 中国的能源车品牌 现在穆迪跟进标普 升平特斯拉 它过去是垃圾等级的 这个投资标的 现在变成投资等级的 看好维持龙头宝座 因为毛利率非常的高 特斯拉熬多年成绩优 现在成为蓝筹股了 那穆迪说今年交车 可能会有180万辆 年增34% 昨天股价是跳空大涨 那我们从这电动车的热度 来观察台北股市当中的 几档指标 之前有切入电动车的大牛股 我们都知道 就是1605的华星嘛 对不对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 这华星的接班人是东元呢 东元印象中就是做电机的 重电的 现在莫国设厂 北美设厂 扩产 电动车营收要看增三倍 去年赚1.64元配1.5 配发率也不错 责利率有4% 今天股价是出量大涨 东元的部分 我想问教育老师 这东元到底现在是该买 还是该卖呢 不过前几天比较强势的飞红 昨天创高之后 今天稍做了休息 毕竟它的本益比非常的高 是不是该换股操作 可不可以看到比较一些 低位阶的车用零足件股 或是有转机的 这两天很强的是 2402的一家 不过老师这两天提到的东洋 也是从传统车 扩大到电动车 一样有个很大的转机的题材 我们先从特斯拉的 大涨歧视来问 看一下东元 老师 这个东元的部分 今天的这个出量大涨 你怎么解读呢 对 没错 我想东元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 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1504的一个东元的部分 它的一个线形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看东元之前 你先看一下1605的滑芯 滑芯 对 滑芯的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在之前 之前股价来讲出现1605的滑芯 我们看一下 其实股价你把它缩小 缩小 之前其实这种大牛股 大概都这样了 涨上来之后 其实涨上来之后 有可能陷入整理 整理完之后 反正它会冲到末段 那为什么现在的滑芯 我说它不太容易长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来讲 涅价的问题 第二个是铜价的问题 这些来讲都处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就是说以最近这三个月半年来讲 其实这些 因为你涅价跟铜价没有涨 反而涅价现在在2万2000多的水准 其实说是 所以容易产生库存的一个叠价损失 之前它也有 那不管 我的意思说 那这个题材 其实之前也涨了一段 你假如说从低点来看 真的涨了一段 所以我觉得它会进入休息 除非涅跟铜的报价 真的往上冲 假如它没有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陷入整理的歌曲 因为市场喜欢新的 那你看一下 在这个之前你看一下 2201的玉龙 2201的玉龙也是 玉龙的股价是 这种也是大牛股 整理完之后 股价上来之后 就整理 那整理完之后你会发现 为什么之后冲不上来 其实就是它的营收跟获利 大家了解我 就是说 大家也知道电动车 它不可能马上 了不起今年底或明年初 它才有可能会有业绩的收入 那你股价已经涨了 我看你的营收跟获利来讲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喜 它自然而然就不容易再过高了 因为之前涨 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 除了题材之外 它的骨架性质比 相对上来讲是低的 对 其实华欣也大概类似 那你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1504的东元 你看到这两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 它是不是现行来讲 它整理很久了 你觉得它很牛 其实玉龙不牛 也很牛 在还没涨之前 华欣也非常牛 你也觉得这种都很牛 好来 那上来之后 其实今天当然留下长的上引线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种你让它整理 整理完之后会过高 真的 真的这个会 因为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 好 我再来细讲 来 再来讲其他的 所谓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先讲大盘整体 为什么今天那么强 主要是因为靠这个拳王的带动 大陆扶植半导体 补贴无上限 这当然是跟成熟制程 比较有关系的 等一下也会来聊一小相关的题材 冲刺成熟制程 可能复制面板杀架强势的模式 台场备战吗 不过呢 先听这场好消息是说 台美核半导体新联盟成型 要立抗北京无上限补贴 所以挥达 台基 艾斯摩尔新斯科技 要攜手研发 二奈米的下世代晶片 好 老师 这两个讯息间同时 在这个报纸上面都有揭露出来 那对台湾来说 当然很明确的 这个是机会 但是这个到底是机会还是威胁 对 没错 其实我跟大家讲 这两个讯息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应该过去就都有了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只是说 现在似乎大家对中美科技战的部分 又更加的比较 又觉得好像又打得更火热 最近这几天 所以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多少又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要选择 未来中长线是OK的股票 那你看一下 中芯国际的部分 这是入股的部分 你看它的周线 其实这一波的最低点 去年底的时候 大概36.2 现在大概也涨到51.7 其实它也不是因为这个消息才涨 它这个是周 上一周其实就已经大涨了 就是说其实大陆去 无上线的补贴这一些半导体的部分 新元代工 我想这个是它必然的一个趋势 那它往成熟制程去 没有办法往先进制程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另外的 在先进 比较先进制程的部分 你比如说不管台积电NVIDIA 或艾斯摩尔等等这些 其实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连结 就是它就是非中的部分 就是其实就两个阵营 一个就是美国阵营 一个就是非美国阵营 好 那我觉得 其实我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 比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 好 那你怎么去判断 好 那因为大家对先进制程 因为今天的台积电又拉起来 对不对 台积电它本来基本上 我认为 就是大家认为 明年EPS会比今年好 那今年会比去年差 大概外资的一个逻辑 大概整个产业 那下半年应该有可能是 V型复苏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台积电 股价大概最近来讲 其实它就是陷入一个 大相形的整理 我觉得它的股价真的要 比较喷 应该是越接 要下半年之后 因为那时候 你已经说状况 假如真的如大家预期 是V型反转的话 那时候其实股价会容易 出现所谓的一个 比较连续性的一个 上工的一个走势 那另外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大家比较耳熟能响的 当然就创意 对不对 你看一下3443的创意 其实股价也很强 可是重点来了 毕竟之前有传出 它的一个大客户 大概占它的营收比重 有可能接近10%附近 苏州盛科 对不对 例如 那现在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怎样子 因为还没有 大家还没有 比较清楚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到 它的股价 其实在那一天 传出来之后 股价就陷入整理 我觉得它现在很难买 对 它现在很难 其实你现在去 因为其实说真的 当然你不能看去年EPS 可是我的意思说 27.69好了 现金股利14块 其实本益比真的高 对 这个都大概 你看一下 大概40 大概有40几倍的本益比了 那现金股利 殖利率 其实说真的是低 你买这种股票 万一又传出来一些消息 你真的会怕 对 所以它限制整理 有它必然的一个迹象 那就要别人嘛 对 那你看一下2338的光照 2338 好 那这个也是拉起来之后 整理最性又转强 对不对 这里是大家因为 所谓的光照的部分 越来越往现金制成 你比如说像12寸的光照的部分 那今年底 今年的部分 40奈米的光照制成 会开始投入量 就是说 它的制成越来越新 所以它的毛利率 或者是它的营收获利来讲 当然越来越好 就是说这些 基本上来讲是正面的 可是重点来了 它去年3.37 配现金2.5元 96.9 其实这种股票 大家也比较买 因为你大概本益比 也有30倍 这个大概有30倍 这个大概有40倍以上 这个有30倍以上 另外大家看一下 3680的加增 加增就是真的就比较 对 你看一下 这个也是这样涨 比较强势的吧 对 也是强的 那你看一下去年EPS来讲的话 11.12对不对 那另外的 因为它半年配现金一次 那现在还没公布 那你看一下 其实本益比也30倍以上 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本益比 那它当然跟ASML来讲的话 也是有相关 因为它是做 EUV的光照盒 对 没错 因为它也是指外 光照盒的部分 铺放去申求需求 然后下半年出 好 来 那其实讲的这些 你看一下6196的凡旋 6196 洪家军 EPS 其实大家是不是差不多 跟加增差不多 对 那EPS 它的一个现金 一股立配 5.67 那以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说的 大概现在大概是 大概10倍附近 11倍的一个水准 那前两个月已经说 其实YOY是成长了46.74% 那另外它的客户有 比如说像台积电 有跟着台积电去美国 对 还有 它是ASML 艾斯莫尔的一个协力厂商 好 那你看一下 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其实你看一下 6196的凡旋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它大概就是 一个整理的形态 整理 对 感觉好像还没有突破 对 还没突破 那麦格里之前给的 它的报告的目标 叫是200块 它预估今年的EPS 会比去年成长 那明年来讲的话 又会比今年成长 就是说 其实它会比起来 今年假如可以比去年 预估成长 明年也会比这样 那你是想 当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整理完之后 其实它会过高 所以你说它今年的EPS 一定是超过 可能至少12块 对 至少是11块点 34以上的水准 就是说你看它的EPS 其实你说这种 到后面是不是 成长型的公司 你从这边来 3.7吧 4.88 8.24 11.34 那假如今年又是12块多以上 明年又是更高的水准 其实这种成长型的本益比 说真的啦 10倍我觉得 10倍很低 那为什么会先 因为现在大家 因为现在没有人气 因为现在大家都往热门股去 成交量大概就2000出头亿 大家往热门股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布局 你要布局这种 未来展望好的部分 那你看一下 其实这个是它的 资产负债表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设备的部分 你可以看合约负债 设备的部分 对 没错 你看一下 2018年的时候33亿 合约负债就是未来会出的 你看到到现在 这个是去 这个是2021年 44亿 就是说它欠人家给的东西 对 订单很多还没给 订单就是接到还没给 金额越高是越好 对 就越好 对 所以这代表什么 它接到很多单 所以它今年根本不用担心 明年 其实说真的也不用担心 所以我觉得有些股票 当然你短线上来 你可以找热门的 停损停地设 可是有一些波段的 你可以找未来真的 波段的 对 大家还没发现 就但已经冷了一段时间 那未来的业绩会好的 那有题材性的 我觉得是OK的 老师 你刚刚讲 樊轩他当然是跟着台积电 艾斯莫斯上河 但是大陆福之成熟之成 他也可以占到光吗 中芯也是他的客户 其实刚刚有提到 中芯的股价 最近真的涨蛮多的 上个礼拜真的涨很多 那你看两档股票 一档是6139的亚翔 亚翔当然他有挂牌 他子公司在大陆有挂牌 对 大陆 对 对 那你亚翔骑成 你看一下 你把它缩小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股票都是这样 再还 就是把它缩 放 放 放 好 来 当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股票就是这样子 可是它的基本面就是 真的不错 不错啊 在过去的时候 对 你看它就这样 然后之后突然之间 拉起来之后 真的涨上来之后 大家才去挖去 原来它的EPS不错 它的股价净值比 相对来讲也比较低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然后就形成了热度 然后热度完之后 就冲高了 那你冲高 当然我的意思吗 大家当冲高之后 当然整个族群里面 假如说有冲高的股票 那一样相同的 带动 对 他 那帆轩他有 除了先进制程之外 他也有 比如说大陆的扶持的 这些成熟制程 毕竟他有要做无城市等等 其实他也是受惠的 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 我想这一块 那你看一下 前两个月的营收 YOY的部分 亚翔也11.9 那对不对 凡轩也46.71 那你看一下 其实说真的 他们的股价净值比 在之前也是相对低 所以就整个就拉起来 那我最后问一下 那连电跟世界的先进 到底是受惠还受害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 短线上 其实影响性不大 因为你去扶持它 你不可能下个月下下个月 这不可能 所以你说这个消息 可是长线 肯定会有一千 一两年两三年之后 所以它会变成什么 长线会有压 有压的意思就是说 本益比的空间 我不会给你太大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大家会怕 就是这个上市 大时候卡在这 就是未来 比如说 比如你正常本益比来讲 你可以最高冲到12倍好了 那有可能因为这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给你 太高的一个本益比 能够享受比较高的本益比 会不会是未来更有梦 那就是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 特斯拉的股价 昨天强涨近8% 因为欧洲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在大陆市场 也把中国能源车 全部都给打挂了 那我们刚才 已经简单讲过一下 东源的操作了 老师 这个包含了今天 比较强势的车电股 飞鸿 华福 休息 那这个他们这两档个股 就要就此效果了吗 还是有没有机会 会轮到别人上场呢 对 其实我也讲过 你像2457的费用好了 你看一下2557 你把它放大 现行的部分 因为其实说真的 其实它去年EPS 0.19 今年前 因为大家有可能预估 未来会成长 可是看到它两个月 因为你股价大涨 看到前两个月的营收 结果歪歪歪衰退 衰退完之后 我觉得那这种 下来之后大家会怕 如果有买的人 是不是可能跌破失日线 其实这种 就比如说失日线理 对 你就停力了 你就暂时先不要玩 这种股票 因为我觉得 它的本益比 说真的股价 其实相对常来讲 都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成本财 当然也可以留意 另外的1319的 东洋的部分也是 1319 其实他们的整理形态 其实我觉得这种 这种我都讲过 就是股价整理完之后 其实过高的机会 都非常大 4960的成本财 其实也是相同的状态 对 就高资财整理量输 你看整理了 其实像这种股票 很大好 那另外我们看下一页 东元的部分 因为刚刚一开始也提到 大牛股就是这样 不发动则已 不发动就是不发动 这两个这里很流行 假如我一发动了 他不会 他不会说我发动个 涨个十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误会了一场 误会一场 然后不会不会 为什么 所以你现在 昨天我不是讲 这些基本上 真的都涨多了 这里是以前大牛股 1519的 对 1519的划成的部分 其实也是相同 1519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业外赚太多 这种股价都不容易 对 那你看一下 那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东元 为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 去年EPS1.64 你看它的净值 37 你有没有发现 玉龙也是相同的状况 玉龙在还没涨之前 其实股价也大概低于净值 对 那你看一下 对 1504的 东元 东元的部分你看一下 其实涨到这边 你会觉得好像涨很多 很贵 对不对 从20几块涨到30几块好了 你会觉得很贵 可是你看一下镜值 其实它的镜值有38块 对不对 你现在涨到这边 也大概大概 你跟镜值差不多 差不多而已 差不多那要怎样 所以我的意思说 差不多好 那你看一下 这个当然是 原大的报告 有人喊到52 对 今天给的报告 3月21要给的报告 他给 会不会52我不知道 可是他估的EPS 应该是这样说 去年是1.64 今年大概有3块钱以上 那假如有3块钱以上 他给这样的52块的目标 当然本元比你自己去算 可是我觉得 会不会到52 我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 这个股票来讲 脚强 当然没多久 就过高 可是假如没有 他是拉回来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拉回可以留意 对不对 东元的这个操作 给同学们一个建议 那提醒同学们 刚才赵玉老师讲到 包含了车电股的黑马股 东元今天爆亮之后的操作 给的建议之外 也可以留意一下 包含了很多的车电股 还没有发动的 以及半导体相关的类股 不管是成熟制成 或先进制成 都受惠的标的 在Lite里面 你都可以跟赵玉老师来请教 那怎么样来索取 刚才节目当中 讲的资料跟内容呢 可以参考一下 赵玉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面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 加个Line 用手机拍照扫一下 那相关的讯息会放在Lite里面 如果同学们 你的持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Lite上面留言 老师有空的时候 会跟同学们做答复 还有解答咯 广告来聊一下 台股的十千金 今天终于都到齐了 因为围影公道 亮灯涨停板 电子指数在台积领军下 创下新高 台股冲冲冲 预备冲万六吗 哪一些小兵小将要发动了呢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说 第五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今天经典赛 大家早上看着热血沸腾 日本夺得了经典赛的冠军 台北股市好像 是我们在打一样 也是轟出了拳雷打 强棒出击 尤其靠的是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ADR 是跳空大涨 占上所有军线 上涨了2.7% 溢价9.3%的幅度 为什么说台积电光速挺进2奈米 也包含了 辉达ASMORE 新思科技要一起联手 扩大运算式微影技术 辉达AI游影 给了非常好的愿景 台积电7奈米 这是大力多 除了台积电之外 鸿海联发科也都有好的讯息 鸿海结盟西蒙子 强攻自驾车 可以要壮大电动车事业版图 联发科则是有电视好亚马逊 智慧印象的极丹道 三大全资股全部都回升 带动电子指数创下新高 然后收集的你 本周一就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反弹千点游影 我们不要看这么远 台积电稳了 上万六 会不会应该蛮容易的 我觉得应该是蛮容易的 尤其在这个礼拜 一直提醒各位说 三大全资股我都看涨 对吧 尤其是在3月16号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 就是台积电除息是贴息 但是我当时告诉各位 看ADR 台积电的ADR 它很清楚地告诉你 我们把移标移到3月16号 移标移到316那边 这里是交叉 对 刚交叉 是不是刚交叉 所以我当时告诉各位说 人家台积电ADR才刚交叉 所以会涨 那联发科也会涨 红海也会涨 所以我当时很大胆 我相信东森 股市同学收到我的标理说 迎接千点行情 怎么可能 当时夺坏了这个气氛 氛围 瑞士心态都还没爆完 对不对 怕都怕死了 我说不要去管那些 包括明天FED 不管它升息一马还是不升息 其实都照技术面来走 因为股价有先行反应 对 美股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先下来 有嘛 我们台股也有先下来快700点了 是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正常的过程当中 你就发觉到说真的 不管是台积电 联发科 红海都开始表态了 所以盘已经慢慢的往上走 走到今天各位去看 我们看加权指数 看加权指数 明君问说万六 我觉得很轻松了 为什么 这个目标给太低了 对 因为我说至少1000点 至少1000点就是说 就会到万六 大盘就会到万六 你会发觉到这个盘 大家可能觉得说 这个盘今天又拉尾盘 对不对 又大涨了247点 如果你看日K呢 它就是要去挑战前高 要挑战前高 各位前高15879 应该蛮快的 就会过了 因为今天已经来到15760了 对 那我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至少谈千点就是要过 要攻万六 好 那最关键的价格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价格 叫做台积电的价格 叫做五四三 五四三 很重要的五四三 好不好 今天多少 五三三 差十块 对 如果说台积电站稳五四三 你就看到万六了 就这么简单 站上五四三 站稳五四三 你就看到万六了 为什么 各位 因为台积电的 看台积电 台积电的五四三 就是这一根最大量 对 这一根最大量的最高点叫五四三 所以它只要站上五四三 各位还有两天 新春开航 明天礼拜四 对 后天礼拜五 如果说这个礼拜的 台积电的周线 就收在五四三 假设说五四四 太漂亮了 你很快就看到万六了 这个最大量 就是另外一波 强攻的开始 也宣告说 这一段的整理期 结束了 所以台积电 注一个关键价五四三 好 再来呢 这个礼拜 我一直提醒各位说 高价股 从四星KY创意比价到 股王的信华KY 我一直强调就是买这一支 为什么买这一支 我昨天还问你 我说老师 它这冲高之后 就被打下来 今天就后悔了 今天场停了 洗量了 今天很多人赖的说怎么办 昨天看到一千块就很高兴就卖了 结果今天没有追回来的都后悔 因为涨很满了 我当时为什么要各位注意说 第十千金一定是微影 讲了一个礼拜 然后用四星KY创意信华做比较 你发觉到我赚81.07 我连股王我都赚比他还多 对吧 没有一个人赚比我多 我配其配50块也配比你们多 所以我应该要涨 我应该要展开比价效应 所以站稳千元是合理的 今天来到涨停吧 1085了 同样的这三档股票 我就不再追踪了 我明天再找三档 这两档真的已经涨多了 对 这些有的 你只要设好我讲的停损停利设好 记得 停损点设好 我明天再找三档 比较亲民的新的潜力股 口袋名单我再把它补上去 我相信同学们很高兴 因为一个礼拜 送给各位100多块的价差 对 对不对 从900多到今天1085 100多块价差 所以恭喜同学们 我明天会再找新的给各位 没错 让老师说 台北股市 台积电看543这个价位 如果说能够冲破新春开放盘 最大量的最高价的话 后面的行情不只是上万六 千点都有可能 同学们如果说你手上 这个表格上面的持股的话 都可以用手机拍下来 也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相关的持股的问题 在LINE上面 都可以跟邓老师来请教 还有询问了 老师我们从K线来观察 OK 好 那我们看到鸿海 今天各位看周K 红海最大量的周K在这里 所以红海什么时候 可以往上突破表态 就是106 所以你发觉最近的红海 为什么每一次 这里点过一次106 又下来 那现在就是要等他 他什么再一次的站稳106 至少要站稳106 就像我刚才讲台积电站稳543 所以同学们可以拿纸把它记起来 对 站稳106他就是要动 那台积电我刚才提到543 没问题 为什么当时打到504 我都不用怕 因为最大量这里494撑住 留守住 有没有 所以那天是贴席 隔天马上就填席了 而且我还用台积电ADR给你看 人家KD刚交叉 对 现在涨上来了 你就要注意的就是543 日线的最大量 就是新春开放盘那个跳空大缺口 那联发科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它的支撑在这里 对 都一直站稳 大量区的753 高点753 那这里还有跟最大量的是868 那868就是落在 这一根大黑K的最高点是868 所以753站稳了 什么时候联发科要往900迈进 就是要看868 所以你怎么抓 现在你就是抓753 到868 这个大区块 753叫8 有100多块 有 这个区块震荡 对 区块震荡 所以你接近753 都是站在买方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它就在750几 我说这个地方你就是要买 那如果未来到了868附近 可以做调节 先跑一下 对 因为这个量很大 这个黑K很长 所以先把联发科的区块 先把区间抓出来就OK了 好 世新KY 那至于世新KY 另外要注意了 它现在来到1315块 你说创了高之后 你发觉最大量它是站上去了 可是这个地方在供的量 来在这里 是这一根 这一根 接下来这一周的量 如果没有过这一根的量 你要小心 有没有量加倍里 再来涨很多了 再回到刚才所谓的 我们照例说的 这些股票你如果算 基本面本益比真的高了 极其高了 所以当时我拿来用比价的效应 要各位注意的是微影 那创意本益比更高 对 因为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股票 所以我说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1175 它的起涨点到了 同样的它回来 这一根的低点不能跌破 好不好 这一根低点 这根大潮红的低点 跌破1000块就是结束了 行情就结束了 这是周线 对 所以我反而会建议各位说 其实空手的就不要玩它 那信华也是 它的区块你就抓2500到3000 为什么抓2500到3000 因为这一根红K 有没有 这一根大量的红K在这里 2230到2850 红K的1 2分之1处就是2500 就是强力支撑 3000块就是整数关卡的压力 所以这500块的区块震荡 你可以做价差 但是空手的如果你买得起 信华或手上有信华的 先以这样来应对 2500到3000的区块震荡 微盈 微盈今天已经突破了 到了108 85那就是要去挑战这里 1135 接下来就是要挑战1135了 各位发觉到说 为什么当时我告诉各位 它会涨 第一个MACD是穿到零轴了 所以你看 它在12345 五周前它已经过零轴了 撑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这根长红K的二分之一处 是不是接近900块 接近900块 然后最大量是不是落在716到863 所以你看863之上都是支撑 863连碰都没有碰到 所以它很强 非常强 红K的二分之一处 利手最大量区的最高点 都是刚刚好 所以它为什么会涨 再回归到因为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 基期 EPS很高 对 都比创意那些低很多 所以我说为什么它会稳稳的做 监轻股 应该是没问题的 赚比它少的都可以冲到 1200 1300 还有人冲到2000多 我八九百太委屈了 所以来到108 现在短线怎么看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108是今天涨你们的新高 接下来它就沿着五日线一直往上走 所以你如果说听我们同学会 对 在这边买的人你就沿着五日线 对 你就沿着五日线设停利点 空手的如果它要回来这个红K的二分之一 你要强短线OK的 是OK的 然后看挑战1135 好 那微影家族里面的微软 至于微软各位看 它的最大量就是落在这一根 119.5就是很重要的这一个高点 119.5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 今天它还是维持在这里 对不对 1119.5还没过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它有企图性 它今天高点来到119了 就差五毛 收盘就要往上垫高了 所以你知道注意什么时候 收盘站上119.5 收盘站上119.5 包括收119.5 或是收120 都算 它就上去了 它就会开始往上攻了 好 好 滑井垫 好 再来滑井垫 各位看整个大的底型都出来了 真的很漂亮 所以这个地方各位去想 这里最大量区就是136 对吧 然后第一点793 所以你开始来抓这一段距离 793 你把它抓80块好了 136 80块到136 这样来算 这56块 加起来多少 186 对 大概会来到186 来到186合不合理看过来 这里密集盘整区太合理了 对 是 对 所以有滑井垫的 你要享受的是1比1的等距离涨幅 这个不要做当冲好不好 不要做当冲 就是逢低迈 抱着 对 抱着 抱着 好 那滑安就是我们讲的 它的现在的整个大量区 这里有一根大量区 241 那之前最大是217 是不是过了 昨天过了 对 所以接下来你现在抓的区块 就是20到24块 到这个24块 抓这24块 对 做一个区块震荡 那明天呢 我会再找一些新的标题 把那个四星KY创意信 那个太不亲民了 太贵了 我再找那个大概100多块 或100块以下的 口袋名单 好 再谈上来 好喔 那这一波电子谷非常强势 然然很多个股 都有机会落后补涨 就从技术面来找 比较这个